哇,还有红高的,带高的,皮皮虾,这条直线了 大家好,我是阿兴 现在出去收一下昨天饭的那个刘翅丸 哦,这筋钉了 没有 新玩了,昨天刚饭的,今天就粘了 小红鱼 连扇贝都刷上来了 要不要有钱 然后那边 都是一些不怎么大的鱼 还有那个 小鱼的 这个皮皮虾的 这个河豚不错的 你不要 我同一个很难一些 河豚 有个更掉没 看那个 小的,小的防发蟹 都是新鲜 然后 还是活的 这个头就有点小了 这个饭了 下面呢,又是 油刺的 油刺的 和豚的 太多了 巴烂鱼 很扎的,什么都有 这几条这些都是巴烂鱼 有一条 巴烂鱼现在还好吧 也是能够卖到几十块的 石斑鱼 煮汤的话 肉也是超鲜甜的 还有一个海植 你看 像这个 海植的话 也可以验证 这个很好的食材 我们来一下 一只防滑蟹 兩三斤 龍石衣 還有皮皮蝦 不錯的 龍石衣的價錢是很高的 皮皮蝦 還是可以的 有點像魔鬼蟹 你看 那個 像水 像那個煤草蜂 抓著 然後 調蝦 白蝦 可以的 皮皮蝦太小了 忘了 像這個的話 還是可以的 又是大蝦的 蝦菇 好大一條蝦 可能這條不怎麼新鮮 怎麼新鮮 還有紅高的 帶高的皮皮蝦 這條蝦 這條蝦 看到嗎 帶高的 蠻深高 這條好 這條蝦 之前 舒服舒服 一晚收兩天吧 昨天的也差不多收了這麼多 就自己吃了 今天也收了差不多 這個還是可以的 有一些新鮮的 就是沒有大魚 有些小的魚 還有一些蝦 像這些蝦 這個蝦 紅指甲 很漂亮的 也像珍珠一樣的 這個我們叫紅指甲 然後那個 怎麼 魚來了 快走了 今天視頻就這樣了 好 下次見了 拜拜 魚下的太大了 沒法在外邊展示那些 說法 然後就進來 進來收各位吧